今晚的月色正好 欢迎来到文君辉的文拓 大家好 我是文君辉俊 夏季炎热 今晚我们一起来纳凉 夏天的第一口冰西瓜 冰凉爽口 夏天的第一口冰淇淋 甜而不腻 那么今天 在这夏季的月色下 小文其实想与大家聊一聊 发生在夏天的故事 与大家分享一件 我小时候的小事吧 记得我小的时候 每到夏天就会去海边 有一次被晒得很黑 是真的可以称之为 眉球的那种黑 现在回想起来还蛮怀念的 小时候那种在海边玩耍的 酣散感 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不只是海边 每次说到夏天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就是我们 武馆的特训吧 早上早早的六七点 起床 然后穿上武馆的衣服 运动鞋 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 小区旁边的公园 一起跑步 一起练武术 结束过后 一起吃冰淇淋 喝好喝的糖水 看着有趣的漫画 吃一串辣辣的豆腐泡 还有好吃的怪味糊豆 我相信大家也有不同的夏日经历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们的夏日经历 与我分享 接着还想继续与大家聊一聊 今年夏天的感受 前段时间我们CVT发行了 正规四季 Face the Song 然后在初夏开始了我们 比特桑巡演 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以线下演唱会的形式 与大家见面了 所以今年夏天对于我来说 格外的难忘 因为疫情的原因 其实很久很久没有 在线下与大家见面了 第一场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不只是我 各位成员也是一样的心情 在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看到久违的粉丝们 那一刻的心情真的是 用语言无法来描述 其实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感谢了 感谢克拉们的陪伴 一直照亮着我们的舞台 希望未来可以一直彼此相伴守护 每年夏天都不忘奔赴我们 给予彼此的约定 如果夏天是有颜色的 那么夏天可能是蓝色的 是画室里被碰到的颜料桶 夏天可能是红色的 是球场里最瞩目的他 与他的十七号球衣 夏天可能是透明的 是透过窗 透过树叶照耀的光 如果夏天的颜色被故事留下的 那么每一段故事 一定有一首歌的陪伴 欢迎来到今晚的《月光八音河》 冰添淋流淌到手背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嗯 还蛮甜的对吧 那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月光八音河》 《月光八音河》 《月光满》 《月光满满吹着幸福感動》 整个夏天想要你环游世界 闪路蜿蜒就是爱的冒险 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你最 我用双眼不说这特写 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 你今天把你点开才结尾吧 让我了解 眼泪开你的马尖在面吹 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五天我会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眼前会跟着歌词 浮现出很多自己置身于歌词描述的那个场景里的画面 暖暖的阳光 暖暖的风 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 又是一年夏天 希望大家都吃到了 今年夏天的第一口冰西瓜 也希望大家可以抽空给自己放一个小假 拥有一个说走就走的夏日之旅 那么今天又到了与大家说晚安的时间 五月天的拥抱送给大家 希望无论曾经的春夏秋冬 今年的夏天 现在的你 安好 嫌疑 依然怀揣着一颗炙热的心 奔跑 追逐 不去 无为 也希望今年的夏天 你的夏天 依然缤纷 充满了色彩 那么我们下期见吧 记得 一定要再见哦 晚安 让我追到在吃遍 愿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月光cia肝眼泪 那一個人 愛我 將我的手 緊握 抱緊我 問我 我愛 別走 文君輝的夢托 帶你徒步漫遊月球